这对兄妹正在滑雪 狗狗在前头拉 哥哥在后头推 妹妹玩得很开心 正在信头上的时候 哥哥却突然使急 跑去旁边草丛方便 狗狗被风筝吸引 跑过去捡风筝 没想到那里去有个冰窟窿 就这么掉了下去 妹妹年幼无知 走过去查看状况 哥哥远远的发现危险 一边叫他别动 一边拼命跑过去救人 然而 年幼的妹妹就这样走完了一生 只剩下哥哥一个人孤苦无依 两兄妹原本是一对孤儿 父亲早逝 母亲外出后就没有再回来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哥哥年长在家里一兄一父 因为害怕妹妹孤单 特地偷来一只狗仔 和他们作伴 妹妹很喜欢这只狗仔 还给它取名心意 从嗷嗷待哺到长大成狗 心意陪着两兄妹 度过了很多个日子 妹妹年幼还听不懂大人的话 她会问哥哥 除了心意之外 本来还有个姑姑照看这两兄妹 后来因为工作调动 也要搬去别的地方 哥哥失望地坐车回家 妹妹和心意正在车站等她 哥哥背起妹妹 二人一狗 行走在乡间小路 妹妹问哥哥 妈妈会回来吗 哥哥拼命止住眼泪 回答说会的 妈妈肯定会回来 虽然母亲不在 但是还有哥哥 妹妹不爱洗头 怕肥皂泡灌进眼睛 哥哥让她闭上眼 妹妹却说不要 因为她怕黑 闭上眼睛 就好像只剩她一个人 她还是很想念母亲 想去找她 哥哥原本计划 等她放假 就带妹妹去找母亲 然而 她没有想到 妹妹会掉进冰窟窿 心意倒是自己爬了上来 妹妹却永远的 留在了湖底 妹妹的死 让哥哥变得厌恶心意 她坐车去釜山找母亲 将心意扔在了路边 心意在窗外 看见哥哥 跟着火车 追了上去 哥哥照着 哥哥给的地址 找来了母亲家 但是母亲 却对她十分冷淡 她已经交了新男友 很快 就要移民去美国 第二天一早 母亲将一楼钞票 放在哥哥枕边 还让她早点回去 哥哥假装睡着 眼角 却流下了眼泪 母亲不愿收留她 哥哥只好回去乡下 在公交车上 她碰到一对 乞讨的兄妹 两兄妹绅士和她一样 都是为父母 遗弃的孩子 哥哥听了很伤心 将自己的路费 给了他们 自己却只能忍急挨饿 乞讨妹看她可怜 给她买来汉堡 还将她 带去了自己家 哥哥去了才知道 自己进了贼窝 原来乞讨兄妹 是职业骗子 因为人家哥收养了他们 还逼着他们去刑起 人家哥想拿走哥哥书包 却被哥哥死死拽住 他不想妹妹的书包被拿去 只好自己出来保管书包 储物柜里很黑 哥哥想起妹妹说过 他怕黑 于是将手电筒打开 让妹妹不会那么害怕 欣义跟随火车也来了城里 他在铁门外看见哥哥 然而走来储物柜时 哥哥却已经离去 欣义找不着哥哥 只好在储物柜这里守着 第二天 哥哥和乞讨妹去车上骗钱 哥哥说着说着 不禁动了真情 就在路人慷慨解囊的时候 保安却赶了过来 两人一阵奔逃 总算是避过了保安 地铁口对面就是储物柜 那里今天围了很多人 哥哥凑上前去 这才发现 欣义竟然跟来了釜山 一群城管正拿着套锁 想要抓走他 哥哥害怕欣义受伤 站出来认领了他 可是心里仍然很气 对他不理不睬 欣义喝下过去牛奶 哥哥却觉得他活该 认不清好坏 这天晚上 人渣哥突然发起脾气 嫌弃孩子们挣钱太少 还要放狗咬他们 七堂妹不服 顶撞了一句 结果被人渣哥狠狠踹倒 哥哥站出来出头 也遭到人渣哥毒打 欣义被绑在旁边树上 朝人渣哥不停死叫 结果惹怒人渣哥 自己也被打成重伤 为了安抚这群受惊的孩子 人渣哥破天荒 给他们放了个架 等到哥哥出去游玩的时候 人渣哥将心意带到球龙 放出自己的恶犬 将他咬了个半死 哥哥从游乐场回来 听说心意被打成重伤 扔了出去 赶紧跑去寻找 然而心意却不见了踪影 心意的失踪 让哥哥很生气 他回到住所 对恶犬展开了抱负 人渣哥凑上来要教训他 乞讨妹眼看哥哥要遭殃 跑进房内报了警 很快警察就赶了过来 人渣哥听到警笛和小弟 逃离了现场 警察将哥哥和乞讨妹 带回警局 但是却找不到他们的监护人 原本打算送他们去孤儿院 哥哥却偷偷溜了出去 他来到储物柜这里取包 不料人渣哥却在这里蹲点 人渣哥穷凶恶极 又想放狗咬人 没想到失踪了心意 却突然出现 挡住了恶犬 在心意的拖延下 哥哥总算是逃过一劫 恶犬也在追人时 被汽车撞死 看着心意头上的伤痕 哥哥再也没法生气 他终于原谅了心意 一人一狗 又回到从前快乐的日子 因为无处安身 哥哥只能睡在地下通道 寒冷的天气 就让他患上感冒 心意找来报纸 给哥哥盖上 接着又跑去货车那里 给哥哥偷来了面包 而他自己 却因为连番劳累 患上了青光眼 哥哥实在没有办法 又跑在母亲处求他 但是母亲却因为 收到女儿死讯 回了老家 无处可去的哥哥 只好回到了地下通道 两名好心的警员 将哥哥带回所里 结果却被人渣哥盯上 偷偷将哥哥带了出去 心意察觉到人渣哥踪影 又一次跟了上去 人渣哥将哥哥放进水箱 打算活活呛死他 哥哥身体虚弱 无力反抗 只能躺在水箱等死 危急罐头 心意赶了过来 他一把扑到人渣哥 接着将水管拉了出去 人渣哥抄起棍子 又开始教训心意 哥哥从水箱里挣扎出来 从背后打晕人渣哥 一人一狗 这才获救 母亲那边很快也找了过来 哥哥不想原谅他 心意在旁边挥了挥手 两母子这才获得和解 由于连番遭受毒打 心意受了很重的伤 哥哥将他带回老家休养 但是没多久 心意就离他而去 哥哥抱着心意 不仅哭成了泪人 家里还保留着妹妹的话 上面是一家人和心意的身影 哥哥看着话 时间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两兄妹和心意 开心地奔走在乡间小路 周围是漫天飞舞的花瓣 时间要是永远定格在这里 该有多好啊 大小 我佳谭 阿满 老师 你也好久了